四股英雄出少年 冰雪运动在我们来讲 它的普及程度 和我们的经济水平还不够 通过半冬奥 把它极大的提高 我寄希望于我们的青少年 三年前是我参加的第二届冬龄营 当时第三天 然后就在这个雪道下方这个位置 然后西夜来看望我们 这是姑娘还是小的吗 男孩女孩 我们当时戴着眼镜还有头盔 然后就看不清我们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觉得她就特别和蔼可亲 她的牙都掉了 我很兴奋看见西爷爷 西爷爷当时问我们 有没有发现这个滑雪的魔法了 我觉得我发现了 因为我感受到滑雪的乐趣 因为我还是一级 然后现在我已经是七级了 你到另一条腿上 来进行下一个弯的转撞 对不对 对 以前我是非常畏惧雪道的 太高的雪道自己都不敢滑 然后现在呢 不管是多高的雪道 我自己都敢尝试 但我学习每当遇到不会的提议 就会想到滑雪时候克服雪道的场景 爱人啊 东方 加油 上田竟是青春旺盛的时候 可以把你所有的机器和示范那边开场 在那之前我通过了国内在13岁这个年龄段优秀人才的选拔 开场前习爷爷和普通共同 给我们壮拳鼓励 鼓舞了我们的事情 现球一的时候教练选中了我 高兴我一胸都没睡着觉 而且我们那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兴奋 给我记忆忧心影响非常的大 更加促使我对冰球的热爱 现在两年过后我已经15岁了 我就进入了齐齐哈尔的专业二队 特定是积极成为了一个专业的冰球人 再过两三年之后我就会进入齐齐哈尔专业一队 代表齐齐哈尔最高规格的球队去征战全国 在2022年年龄尚小 我争取好好练在2026年龄段优秀 第一次我有很多礼仪 超高的意思呢一般是最高的高扬 撞肩呢一般就是鼓励 谢谢 谢谢 这个呢 谢谢 鞋也握了我的手 然后撞了一下肩 让我感到很意外 这个呢不仅就是鼓励 然后还是对我的一种有望爱观 当时习业业就拉住我们的手 问我们几岁了 到2022年能否参加冬奥会 在第一次见完习业业之后 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鼓励和激励着我 一直到现在 他知道这一项运动很难 然后你坚持的人也很少 但是他希望我们就比如说一直坚持下去 然后就有梦想的话就去好好的就是去 试试他这样 能看到你们有些人呢参加国家冰球队 国家花样华冰队 现在每周都有几次冰球课 然后有时候也会偶尔回来看完一下母校这个 学营冰球队的训练 学弟学妹们 然后都壮实了 然后呢球技呢就也增进了不少 17年的时候我们冰球队将近有三四十名同学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冰球队将近有七十名孩子 给了我鼓励让我继续去打下去 我希望我能有一个好成绩 可以再次跟习爷爷能握一次手 少年强 中国强 二月八二 松茂下楼 中国今晚要变成一个强国 在各方面都要强 少年强则中国强 体育强则中国强 要强起来 所以冰球运动一定要前面开展 希望再次会生成